你好,朋友们,我叫向鲁,今年我的爸爸叫我来一个新学校。 今天我和一个很随秘的女人见面。 首先,我听她唱一个很特别的钢琴处。 我真的很喜欢那场钢琴处。 我还觉得她比我唱钢琴很好。 然后,我看到她在我的课。 我很开心,因为我要多认识这个女人。 听她唱钢琴以后,我觉得她很厉害和有意思。 放课的时候,我跑在她在的地方。 她给我一个小的笑。 我还问她她唱的钢琴处叫什么。 可是这个女人告诉我这是一个不可能说的秘密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告诉我什么是不可能说的秘密。 那这是一个钢琴处怎么可以一个秘密。 她回到我的时候,我觉得她很神秘和奇怪。 但是,她让我要多认识她。 我觉得男人都一样的。 女人越生命男人越好奇。 要多认识那个女人。 可是,明天的时候我没看到她。 我审她会去上课,但是她不去。 你弹钢琴很好,对不对? 人们叫我钢琴王子。 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限。 哇,你很厉害啊。 当然了,你要听到我躺吗? 我现在可以躺。 太好了,那今天我们的广众可以享受钢琴王子的才能了。 啊,对不起,这个钢琴处很难。 我觉得我要多练习。 没关系,可是我觉得你是钢琴王子。 哈哈哈哈,在你的学校有比你当钢琴很好的人吗? 嗯,我想就有一个人比我躺很好。 他叫翔伦,他是一个新的学生。 你怎么知道他躺钢琴很好? 啊,就是有一日他挑战了我, 所以我们一起躺钢琴。 我去处的,我要给他一个很特别的钢琴处。 我明白了,谢谢你告诉我们, 我真的要听他躺钢琴。 你要听,在我的学校很多人喜欢上轮,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。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人。 好好,谢谢你今天跟我聊天。 我们没有时候了,再见你们。 大家好,我是一个老师。 最近,我看过了很多学生在学校抽烟。 人们当然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, 为什么学生可以抽烟? 因为我要人们的孩子身体很好, 我要每个学校找尽学生抽烟。 我对我的学生说了很多, 但是他们不听到我, 所以人们要帮我找尽学生抽烟。 请人们告诉你们的孩子不抽烟。 谢谢! 照尽学生抽烟! 照尽学生抽烟!